欢迎大家来到2011年的第四场文会讲堂 我是上海外语频道的主持人秦毅 今天非常荣幸的能够在这里为大家主持这一次的讲座 本次讲座由文会网视频直播 同时也要感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国990市民与社会节目的录播 如果大家经常参加我们的文会讲堂 应该还记得2010年的5月份也就是第30一期的文会讲堂 也就是在这里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张维为 做了全球发展中的中国模式的主题讲座 为学术界业已开展讨论的中国模式话题开辟了一个非常崭新的视角 把民主关注的这个话题呢也推向了另外一个高潮 那么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总量攀上全球第二位之后 中国的发展以及它对全国对全球世界模式的一个格局的变化 也是引发了很多中国人的关注 那么这些呢也同样催发了国际学者的一个关切 所以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两位著名的学者 他们将在这里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他们的观点或许你同意或许你不同意 但是相信在今天下午这个讨论结束之后 大家都会得到一定的启发 下面我们就将请出本期的第一位主讲嘉宾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历史终结论观点提出者 弗兰西斯福山 Now let's welcome the Honorable Dr. Francis Fukuyama Thank you very much I'm really delighted to be here in Shanghai and to be a guest of the Wenwi Daily I look forward to the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hang I think that the rise of China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world politics today I was at a recent meeting where a Chinese person said that when Americans, and I'm an American when Americans come to China a lot of times they come to lecture the Chinese and I want to say to you that the reason that I am here in Shanghai is not to lecture you in the sense of telling you something that I think you need to know the reason I come to China is to learn something and in all the times that I've been here I've learned a great deal and I hope to learn from this exchange as well so thank you very much to all of you for coming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even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高兴再次来到文会讲堂 谢谢您的邀请 非常高兴的机会 跟好朋友富山县城 来交流对中国模式的看法 我现在就不多讲了 到时候我们有时间 再进一步的公众探讨的话 谢谢大家 那么今天的两位嘉宾 刚才已经给大家都介绍过了 他们两位之间有什么样的共通处 又各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PPT的短片 来了解一下他们 通过这个PPT相信 大家对于两位学者的背景 还有他们的观点体系 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觉得今天这个讲座非常有意义 一位是历史终结者观点的提出者 一位是刚刚出了一本大日的书 中国崛起 那么中国的崛起 是不是会颠覆 历史终结论呢 我想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面 大家会见证一场非常激烈的江峰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将先邀请福山教授 为我们做一个30分钟的主题演讲 主题就是中国模式 现在请不继续 欢迎我欢迎 Dr. Fukuyama 给他的讲座 《中国模式的中国模式》 这个片子给我的介绍 就像这个刚才介绍的那样 我实际上最近写了一图说 就是叫做政治秩序的起源 这是主要是有关世界上政治制度 它的起源的情况 这是一个比较的著作 就是比较的著作 我想你对于现在任何的社会 要来进行理解的话 你必须要同时把它放在 对其他社会的比较当中 才可以知道 它在什么方面是相似的 什么是不相似的 那么我们尤其要看到的一点 就是在了解中国的时候 跟学生进行比较 在我看来 中国的发展实际上 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它的国家政权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在西方 我们知道 他们对于有关政治制度的描述的话 往往是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 经常是以英国或者其他一些欧洲国家 作为规范 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这样的描述 没有充分注意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中国实际上是第一个国家 它实际上是真正发展出了 现代型的国家政权 这实际上可以说是比任何世界 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这个国家 要早是1700到1800年 所以呢 我想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 中国的国家政权的发展轨迹 是怎么跟西方是不一样的 同时呢 当然我也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我要来解读一下中国模式 那么这个前面我已经说了 我到中国来呢 实际上是要来学习 而不是来做这个教师业式的教训 那么我当然也这个期待着 待会讨论的话 能够也是给我启示 同时也给大家启示 那么如果是在讨论的时候 大家觉得我有错的 你也可以来在那笔时候指出来 那么我现在先来讲一部分 涉及历史的这个部分 我想当我们讲这个政治制度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三类这个世界上 目前存在的三类制度 第一种制度就是国家 或者说国家政权 它实际上是一种 我们把它叫做等级制的这个价格 它能够充分的集中权力 同时使用这种权力 来在某一个这个规定的区域范围内 来实施它的统治 那么国家拥有它的能力 来这个强制要求人们 那么在一个现代国家当中 我想我用这个现代这个词 我是用这个就是 网斯维博所用的概念 那就是现代社会 它并不是这个依赖于 这个亲朋好友这样的这个关系 它也并不是这个 按照人们相互之间 跟同志者的关系来这个重置的 它实际上把所有的人民 都当作公民来在意智力 也就是说一般来说 这个统治者和这个 基地被统治者 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 然后呢都是把它们当作公民 所以呢这样也就是说 这个在过去是 人们是按照血缘关系 来进行统治 或者是按照亲友关系 来进行统治 但是以后这个现代意义上 不是这样 那么第二种这个制度 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就是法制 这个法制并不是说 仅仅单纯有法律 因为所有的国家 实际上都有法律 法制是指 这个这些法律 必须要获得人们 在一个社会当中的 道义的共识 也就是说 任何人在那里 某一个时段 在进行统治 他都要遵守这样的 这个道义共识 也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皇帝 还是总统 或者说国王 或者总理 他们实际上 当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来这个制定法律 但是这并不 马上等于法制 这个实际上 法制的话 就是指 对于哪怕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当局 都可以来这个进行约束 这才叫法制 那么第三种制度的话 实际上就是政治 对政治的问责 也就是说 这个国家 他必须要对于这个人民 要来做出回应 所以也并不是 按照他自己的利益 来进行行为 我想在世界上 有很多国家 他们的这些统治者 把政治实际上 当作是一个来 使自己获得财富 或者获得权力的工具 这个当然并不是 这个问责制的政府 那么在问责制当中的话 政府统治者 他对公众实际上 具有很宽泛的义务 那么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我们把这个问责制 实际上是跟民主制 跟自由选举 连接在一起的 我想这是这个 我们当然在美国 或者西方世界 这样来理解的 当然我知道政治问责制 实际上是应该说 还要宽泛一点 他比单纯的这个选取 要这个宽泛 我想在欧洲 这个比如说是在英国 17世纪出现了这样的制度 他是指问责 就是指统治者 实际上要对于这些 这个当时的这个议会 这个来这个负责 那么实际上 他们这个选出来的 这个或者说参与选取的人 当时也并不代表 百分之人口当中 百分之十可能还都不到 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 那么我想对于中国而言 我想你们大家都看到一个事实 你们感到这是 在这里是这样 很长时间的同志 是要靠一个道义性的 这个共识来进行统治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政府 并不是通过他的这个选举 来这个实施他的这个统治 而是主要是通过获得一种 道义上的这个权利来进行统治 也就是说这些统治者 必须先要接受有关的这个教育 然后呢对自己赋予有关的道义的这个责任 然后对人们进行统治 那么所以这是中国意义上的这个问责制 所以呢这是一种 我把它叫做道义问责制 这是这个在中国 这个比如说儒家 这个原来的这个系统当中 是这样来这个运作的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三种形式 这个一个呢就是这个 也就是说国家这个集中权力 然后呢这个逐步的就是这个 它是对于国家权力进行这个限制 那么大家知道我提出过这个叫做 律史的这个结束 律史的终结 那意味着就是我们最后呢 就是要这个过渡到对于这个权力的限制 然后也就是说要对于人民进行这个 要这个 担承担义务 所以就是问责 那么我想 第一个世界上的真正的现代这个政权 实际上是中国人来提造的 那么当时这个要在中国建立这个现代国家政权的一个动机 实际上可以说是跟这个欧洲 他们要建立现代国家的动机是一致的 那也就是说 他们这个面临着这个军事竞争的这个压力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 当时这个是中国的古典这个历史时期 当时你们有不少的政治的这个单元 他们相互在进行战争 他们在整个700多年的时期都是这样相互交战 那么这种军事的竞争 迫使了这个实际上一种有现代意义的这种政治制度 诞生了 他要求这个增加这个税赋 然后呢是这个来招募这个优秀的人才组成这个官僚制度 同时呢这个依赖于这个选拳举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选择这个统治者 也就是说并不是靠选员关系 这个相反的他比如说是挑选这个对包括能干的这样的这个武士 或者说是这个军事这个指挥官 因为如果你不能这样做的话 下一场战争你有可能就会失败 那么后来当然中国通过这样的过程 中国建立了统一的政权 那么这个政权也就是在形态的政权 我可以说是相当现代的 当时中国的这个就是整个文官统治系统 可以说就是现在的文官统治系统 它是按照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式来组织的 而且呢他们按照这个就是一个统一的这个规则 来治理相当大的一篇土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历史成就 这是这个中国做到的 但是呢世界或者说普遍的人们并没有充分地加以认识 或者说充分没有给予足够的评价 这是这个公元前221年的时期 也就是说这是这个大概将近2300年之前发生的事情 那么当然中国它这个并没有这个发展出另外两种这个政治体制 也就是并没有发展出这个法治和这个问责制 我想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为什么中国没有法治呢 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超越性的宗教 我想这个法治在大多数社会当中 它实际上主要是从宗教当中派生出来的 因为一般来说呢宗教它是 它承担着一个道义规则的这个来源的这样一种功能 也就是说他们是跟这个就是比如说是在西方 他是这个神父啊和这个统治者啊等等的都是这个分开的 我想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犹太啊 还有是这个伊斯兰 还有是这个古代印度都是这样 在古代普罗门啊和这个撒迪利啊 他们都是实际上是这个分开的这样的系统 所以我想在所有的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你都有对于这些行政的统治者 实际上都是有一个这个法律上的限制 但是呢中国的这个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独立的这个外在与行政体系之外的宗教的权利 所以这并不是中国历史传统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所以这个妨碍了中国现代问责制的这个产生 那么在西方确实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在西方欧洲的这个封建时候 当时呢实际上是一开始就是这个出现了这个法治 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天主教的存在 所以呢就是甚至在这个现代欧洲政权出现之前 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宗教他们就 宗教力量就可以来限制欧洲的这个国王君主 或者说其他相关的一些这个行政体系 所以他们也就是说行政体系 他们这个在限制自己的在这个运作自己的权力的时候 他必须要把自己限于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权力体系 所以我想这个正式的这个西方民主制的这个起源 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家 他们都拥有这样的一个体制 叫做是国家政权和另外还有呢 其中包括了很大的一个国会或者议会的这样的这个体制 也就是说这个国王他要这个增加税负的话 必须要获得这个其他权力体系的这个同意 那么在英国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议会实际上是非常强大 所以呢最后可以来这个就是对于国王 就是这个足够强大挑战他的权力 他们是后来实际上在这个1648年还砍了国王的头 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后来导致了这个 他们的国王最后实际上是由英国的议会选出来的 那么这就最后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问责制 所以英国就是这一点发生在这个1688年的这个光荣革命 当然也包括1689年这样的光荣革命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正式的民主 实际上在西方的这个起源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样一种英国的整个它的发展的进程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是非常值得注意 但也是相当好然的 但是一旦我知道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 那么这个慢慢的它就是这个有规律的发展 也就是说国家政权这个强大 然后呢但是呢同时它对人民来这个负责 然后慢慢的这个就是国家呢 它是这个又是出现了商业 然后是这个资本的崛起 同时呢这个也工业化等等就发展 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 我可以说是目前我们现在世界看到的这个格局 当然这个有各种各样另外的一些类型 但是总的来说我可以看到这个 在欧洲它是这个这样的发展 但是在中国呢 它是安装着另外的一条线发展的 那么这个中国实际上是从这个2000多年前 一直发展到现在 是走了它比较多特的道路 当然中国的目前统治的这个集团 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采用的是这个主义 练龄主义 而不是这个儒家学术了 但是在很多其他方面 我们当然可以看到 它的结构 也就是说智力的 中国智力的结构 它实际上是跟这个很久以前 在秦代所建立的体系是类似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个高质量的中央化的 官僚化的这个体系 然后呢他们这个官僚的这个选目的话呢 是就按照这个非亲属化的这样的关系 完全是按照这个就是这个 个人的这个优异的这种 这个或者教育或者其他方面的优秀的这个素质 来加以这个选定的 好那么这就是有关历史的一个这个回复 那么第二呢我要来讲一下 中国模式它包含着什么 然后它的这个强势和弱势又是什么 那么我想这个 现在我们同时看到这个自由民主制 还有是这个像在美国和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 这个民主制包括他们的这个自由权利制衡体系 那么我们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中国模式 那么中国模式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体系目前到底它的实质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是一个中央化的这个 一个官僚体系的这个威权性的政权 这实际上是这个 它这个继承了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遗产 也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制度化的这个水平 在政治政府内部 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官僚体系 在对一个庞大的社会进行统治 然后在这样一个政府当中 这个它是问责制主要是有往上的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共产党这个负责 并不是这个就是往下这个 当然在这个过去的话是对于朝廷负责 那么现在是这个换了一个这个负责的对象 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更上层的这个权力体系 可以来这个惩罚你 所以呢你必须对它负责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话 对于被统治的人民 它这个没有直接的负责关系 那么我想第二个特点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道义上的负责 那么我提到了就是说 你可以有问责制是一种程序上的 也就是说通过一个这个民主的选举来实现这一点 比如说乔治·布什他曾经是美国 他做了很多的错误 他是这个 后来就是我们选了这个 来自于民主党的这个巴拉克·奥巴马 那么这就是民主选举 然后通过这种来贯彻问责制 那么在中国呢 我们知道他的这个问责主要是道义上的 而不是程序上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也就是说这个道义的问责制 它是指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到对人民怀有责任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 一些成功的威权的这个现代推进现代化的政权 这个他们当中有一个如果是成功的话 那么有一些成功的话都是主要集中在这个东亚 比如说在朴正西集团时期的这个南韩 还有在台湾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这个台湾 还有呢这个在李光阳统治下的这个新加坡 还有呢这个日本这个在他非民族时代的这个日本 那当然还有这个比较大的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际上你并没有找到这样成功的 这个在比如说这个南撒哈拉或者中东 或者说是这个南亚或者其他世界一些地方 这样的这个推进现代化的这种威权政权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是这些地方为什么成功 实际上受益于中国的这个儒家统治体系 大家是按照这个儒家统治这样来这个运作的 那么这里面拥有着道义的这个问责制 那么我们知道实际上是世界上有很多威权政权 在那里这个统治的这个统治社会的人 他们这个实际上这个所感兴趣的 那就是要来谋取他们个人或者是亲友或者家族的利益 而这个呢应该说并不是中国传统上的这个一部分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是不允许这一点 在道义上并不是这样 那么但这个呢显然又不同于这个程序性的这个问责制 那么我想中国模式的第二点 那就是它的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特点 我想在这个方面的话呢 中国实际上跟其他一些这个东亚快速发展的社会又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模式呢 它实际上主要是依赖于一个这个更宽範围内的这个触考的这个推动 而且呢是一个大规模的依赖于政府来推动这个工业化 所以这一点实际上稍微是不同于 比如说是这个曾经在这个日本所采用的产业政策 或者韩国采用的产业政策 在中国这里呢 这个并没有很具体的 比如说是集中于像这个半导体啊 或者说这个造船 或者说这个钢铁啊 这样的一些这个产业部门 这个而中国的政府呢 主要是致力于建造这个技术设施 然后提供金融性的 还有呢是管理它的这个汇率制度 然后来使得它的出口具有竞争性 所以呢它并不是具体的来选择哪些这个 有竞争者让它来进行出口 那么所以中国在这个意义上 它是这个 这个以一种这个推动这个发展的方式来 这个建立它的市场经济 那么我想另外中国模式的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它应该说是整个它的社会保障体系 相对这个微弱 尤其是跟这个比如说 像这个欧洲大陆和这个就是 斯克丁威尔巴呢 就是北欧相比那是比较微弱的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在这里 主要是这个促进就业 但是呢它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对于这个就是 从富到这个杰弗纪平这方面的这个政策 做的是比较少的 尽管是共产党在这里他们是这个用的是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按照经济系数 经济学家是用来衡量 这个不平等的这个状况的这个系数来看 实际上是在以往一两代当中 中国的经济系数不平等状况呢 是这个上升的非常快 那么中国方面呢也认识到 这实际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在上海这样的地区和这个中国的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差异是比较大的 那么跟北俄国家实际上在那里的话呢 他们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福利的国家 所以呢这可以来支持穷的这个家庭 在像丹麦和挪威就是这样 相对来说中国的模式的话 在这方面就是它是这个社会保障是比较这个薄弱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这个比较一下 就是这个这样的这个两种这个选择性体系 或者说不同体制 他们的各自的优点和这个弱点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中国模式 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个是叫做自由民主模式 是由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亚 以及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所代表 包括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 像比如说印度他们也用的是这个自由民主制 那么在我看来就是中国的模式的话呢 实际上它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这个优势 那么其中一个呢那就是它的决策 如果你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对比应该是相当明显的 或者说很强烈的 那么中国实际上是人们都知道 它这个很能够建设这个基础设施 非常宏大的这个机场 还有是高速铁路啊 你们可以从张海到北京 这个就是这个已经这个就是开通了 这个就是高铁 还有呢是桥梁和这个大坝等等 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集中化的中央化的 所以呢它可以快速的做出决策 所以能够这个很快的这个呢实施这样的这个项目 在印度的话呢虽然这个印度实际上 它这个就是它这个是处在热带这个雨季 但是呢实际上是它的这个人均的这个 这个我们知道它的这个 这个水电这个 或者说它的最好一平均的每人的这个电量 实际上是没有中国多 那么我想为什么 同时呢它的基础收拾也没中国这样 为什么因为印度呢有一个叫做 以法律为基础的这个就是民主的政府 当中国可以在这里建设三峡大坝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实际上也还是存在着很多批评 甚至是反对的 但是呢这个大坝就是建起来了 政府就是这个可以来这个推进 按照自己的意思推进 但是印度就是你知道塔塔公司在几年之前 他们想建一个叫做在西班加勒的一个这个 这个系车厂 但是呢在那里就碰到了很多的抗议 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工会啊 和农民的组织啊等等做出反对 最后他们实际上最后只好放弃 因为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太强了 所以呢在一定意义上 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经济决策 这个方面毫无疑问威权性的 也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威权特性 使得它可以能够拥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我想在美国 我们有一个也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这个社会 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就是问责事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它实际上 这个当然还没有印度那么糟糕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面临着 我们政治制度当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拥有一些 我们有我们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财政势子 我想大家每一个这个专家都知道 这种趋势是不可持续的 这实际上因为最近的这个金融危机 而这个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因此而这个瘫痪了 在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以及我们的整个这个制衡体系当中 这是在我们政治体系当中呢 使得整个这个难以运作 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利益集团是非常强大的 他们可以能够阻止某些这个决策 虽然这些决策从整个社会来 常用的利益来看是这个合理的 但是呢这个最好像一些这个小部分的 利益集团这个低调 所以呢这个美国很难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这个这个我们是否可以在以后几年当中 能够这个改变 我想这样是非常重要的 这将可以让我们来判断 美国长远是否真的这样的民主制 能够是成功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想跟中国一对照 中国有很多这个优势 当然我不知道这样的这个这个优势 在多大程度上实际上是依赖于中国的历史 但是毫无疑问 我知道在以往一代当中 中国人民实际上还是有比较自由的这个意识形态 政府呢实际上也这个进行了很多创新 是对的就做 是不对的就改 而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说美国政府的话 他们实际上是在经济政策方面 倒是教条气很浓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人总是说 他们非常务实 而且也愿意来进行这个尝试 但是实际上我可以说并不是那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我想中国确实是还拥有不少的优势 但是问题这里我们要问 也就是说这种可持续性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全球经济危机之后 中国实际上做得还是不错 美国呢实际上是看起来好像是并没有做得很好 我们现在还在尺子底下挣扎 而且呢我们的整个这个政权的话 都是深受这个经济方面限制的这个制约 但是我们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哪个制度实际上往下 在这个二十年到三十年更长的时间当中可以持续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长远的这个考虑 我这样长远的考虑 让我还是这个赞成这个美国制度 多以赞成中国制度 当然待会这个张文伟教授也许跟我要就此进行一些辩论 我想这里面有好几个问题往下的话 我们要看到这个在中国政治制度上是要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呢那就是这个对下的负责 这个还缺乏 如果你看一下中国这个历史上王朝循环的话 也就是说他们往往就是高度中央化的这个官邀体系 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 不能够了解整个社会当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最后无法来这个进行有效的管理 那么我想在这个官邀体系当中最后就是带来很多的这个就是腐败 最后就是难以来进行良好的治理 在一定程度上我想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目前在中国的体制当中还是存在的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来这个收集这个信息 我们有英特网 我们还有现在的这个信息啊等等 还有其他现在的技术 但是呢对于政府来说 他们的这个就是是否有足够的激励来回应人民的要求 回应人民的这个感觉 以及来这个尊重人们怎么来治理的这个意见 这个实际上还是个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个向下的这个负责制 这个也许最终要靠这个自由选举来实现 因为除非这些领导人觉得他们这个就是呃 自己的位置最后实际上受到危险 弄不好人民会呃 呃不选他们 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做真正的恰当的事情的 常员来看是这样 那么第二点我想在中国体制当中目前还不存在的 那就是这个这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 那就是呃在传统中国呃当中我们有一个坏皇帝这样的问题 毫无疑问如果比如说你有这个高度能干的 和这个训练有素的这样的这个呃官僚 也就是说是技术专家充分接受两行教育 呃然后他们又有一个这个要呃为公众这个利益服务献身的这样的精神 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这个政府的话一定可以是这个在至少短期内比这些呃这个民族政府选出来的人应该还要更好 因为这个呃民族政府往往有的是有这个民主主义或者是靠这个政党的这个呃联盟啊等等比较虚弱等等 但是呢我想这个中国的这个体系问题它有一个它是不能这个就是解决的问题 那就是呃这坏皇帝问题在中国过去也已经碰到了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好皇帝那么呃这个还好 但是呢问题你这个并没有任何的制度保障保障坏皇帝不出现 那么这个呃或者出现了这个坏皇帝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这个这个问责之所以你很难把它这个去掉 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呃问题 所以你怎么来保证获得一个好皇帝而且保障这样一个好皇帝呃总是这个就是一代一代的代代相成都是好皇帝 这一点我想是这个目前我们现在还根本没有把握 我想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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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而且呢 他需要这个还像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和欧洲的这样的靠信贷来这个消费的这种消费模式也不可持续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整个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了这样的体系已经是崩溃了 那么还有这个往下的话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的体系靠这个就是金融意志 也就是说靠人们实际上是大多的这个拼命的储蓄 而且这样的这个通胀状况像是这个储蓄脚实际上是这个失利的不是得利的 另外呢整个这个经济实际上是他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像市场力量运作那样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效率 所以呢我想这样的这个经济模式长期来看的话 一定要这个能够重新加以思考的 那么还有一点这个我想在我这里要说的 还有一个是道义方面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有一个跟什么相关呢 我想政府的话实际上不单单是要做出好的经济决策 即使一个政府它可以提供 即使一个政府可以提供长期的经济的增长 它有效的 这不是唯一的尽力尽的尽力尽 政府也有个人的尽力尽 而且它真的有关于尽力尽 尽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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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非的话 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未权政权 最后就是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他们实际上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 人民实际上要求获得 增严 最后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甚至垮台了 我想这一点在很多程度上 它是 在这个未权体制下 本身是不能够加以解决的 但是尽管这样 我要说的是这样两种不同的模式的话 并不是我认为 这个就是好像必然会 一定要这样 一个好一个坏的 我知道这个民主本身 它实际上也会变糟糕的 我实际上 要来承认目前的话 我们知道美国的民主制度 实际上也是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也需要来解决其中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待会期待着 大家的讨论 期待着跟大家进行交流 同时也期待着 尤其是张教授的对话 好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 刚才福山教授的主题演讲 也能够看出 他对中国还是 应该说是比较有认识 有了解的 我不知道张维为教授 现在心里是不是 怎么想 应该不至于忐忑 但是可以相信 接下来这个90分钟 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交锋 刚才我就想说一点 福山教授 谈到了我们中国的 这个经济发展的模式 他觉得这个模式可能是 不一定能够有很大的 可持续性 那么他也谈到了 因为中国是基于 以出口为主的 出口为导向的 这样一个经济模式 但是我不知道 福山教授是不是 与时俱进 因为中国现在正在 一个经济转型期 其实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 已经在向内需拉动的 经济模式转型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辩论当中 是不是张维为教授 和他也能够讨论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将迎来 期待已久的这个大辩论 在中国有句话说 叫真理越辩越明 那么接下来的90分钟 到底最后 谁将胜出呢 我们就有请张维为教授上台 那首先非常感谢您刚刚 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 而且你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你对心理念的 非常地开放性的那种思维 而且另外还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你对理解中国 包括他的文化 他的历史 而且还包括他的现代的这种文明和发展 那么我呢非常感谢你 首先呢 我想我会要开始我们之间的一个对话了 现在呢我来讲中文 谢谢 我想这个刚才福山先生的这个讲座 以及他这本新书 政治秩序的起源 实际上里边呢 都是提到了这么几个关键的问题 对中国摩世的质疑 那一个是这个问责制 一个是法制 一个是坏皇帝 一个是 这个 Sustainability 另外呢 还要可追求 这么几个问题 我想就福山先生刚才提的一些观点 以及他书里的观点呢 我做个简单的回应 因为我自己觉得 就是实际上中国做了很有意思的努力 今天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 社会法律改革的实验室 那么刚才这个福山先生讲的这段话 这个讲座 使我想起了就是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我在德国和德国的一个时代周刊 德国的时代周刊 我们也是和他主编两个人对谈中国模式 这个主编呢 刚刚到上海来访问过 他说 我觉得上海现在越来越像纽约 是不是可以说 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而中国在越来越学习 靠近美国模式 那么我就说了 你这个问题问对了 因为上海是我的家乡 我很了解这个城市 我说你恐怕观察得不够仔细 如果你观察得仔细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 实际上上海在不少方面 已经超越纽约了 上海的硬件 全面地超越纽约 无论是高铁 低铁 那个机场 码头 甚至商业氛围 商业设施 关键是在软件的一些关键指标上 比方说人均寿命 上海比纽约高四岁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高四岁 那么婴儿死亡率 上海比纽约低 社会治安 上海比纽约好得多 女孩子晚上十二点 是可以在这里散步的 换句话说 我想告诉当时这个 德国资深的学者 我就说我们的眼光 已经超越了美国模式 超越了西方模式 我们从西方学习了很多东西 现在还在学 以后还要学 但是呢 我们的眼光 确实是超越了西方模式 我们在探索 下一代的政治 经济 社会和法律制度 而中国的发达板块 在这个方面在带头 那么下面呢 我想就针对 福山先生讲的 他的几个对中国模式 中国问题的关注 我想分别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个是这个问责制 那么福山先生介绍的 主要是一种 西方议会民主多党的 这种政治问责制 我自己在西方生活了20年 我越来越感觉到 这样的一种问责制 很难真正地问责 坦率地讲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 政治制度的设计 是前工业时代的产品 需要重大的政治改革 美国政治改革的任务 不亚于中国 三权分立 光是在政治范围内的制约 解决不了美国社会 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法阻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关键的关键 我觉得是要一种 新的制约与平衡 我叫做政治力量 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 之间的平衡 而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模式 实际上 刚才福山教授也提到了 有很多既得利益集团 比方说国防工业 军火工业 它的利益永远不会被侵犯 那么他们阻碍了 就是美国进行很多 必要的这种更新和决策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人今天在探索的问责制 是范围比美国这种问责制 范围要广得多 我们有经济问责制 有政治问责制 有法律问责制 比方说我们的各级政府 都有发展经济 创造就业的使命 如果你这个任务完成不好的话 你是不能晋升的 我读到 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德赛弗格曼 写的这个文章 他说 美国在过去十年 经济增长为零 就业创造为零 我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 走遍任何一个地方 找不到这样记录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 都比这个要好 或者好不少 这是经济问责制的结果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 那么从政治问责制 法律问责制也是这样的 就在我们开会的这个地方 这是静安区 静安区是各方面总体工作 做得比较好的一个区 严格地讲 它的许多硬件指标 软件指标 都超过了纽约曼哈顿区 但是去年一场大火 烧了之后 我们实行了问责制 二三十个官员和经济负责人 受到了政治和法律上的处理 我就反过来想 因为美国这么大一个金融危机 导致了美国普通百姓的财产 损失了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平均 但是迄今为止三年过去了 没有一个人承担任何政治责任 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而且更麻烦的是 就是那些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 还可以照样心安理得的 拿上千万上亿的奖金 美国老百姓愤怒 奥巴马总统气愤 但是他们是根据他们的合同 应该拿这个钱 这就是想到福山教授问的 第二个就是法治的问题 中国在进行 在推动法律建设 法治建设 这方面还可以有很多改进的余地 但是我们自己传统中有些是好的 我觉得 你比方说我们传统中有一个概念 叫天 法和天 这个天的概念 我在想如果用今天的政治学的语言的话 就是一个社会整体的核心的利益和良心 这个是不能违背的 所以我是这样讲的 我们可能99.9%的事情 要严格地照法律去办 但是我们一定要保留那么一块小小的空间 有些问题涉及到天 涉及到一个社会的核心的 这个利益和良心 这种重大的事件 我们保留进行政治处理的权利 否则的话就是法条主义 法条主义可以害死人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创新新一代的法律制的时候 它想取得这样一种平衡 另外呢 就是坏皇帝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解决了 实际上我刚才在这个短片中 短片中也提到 就是我们退一万步讲 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 好皇帝坏皇帝的时代 我初初算了一下 我们也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 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都要长 你整个的西方的近代史 也就是两三百年 当初经过多少战争 冲突 奴隶制度 两次世界大战等等等等 你也不能保证 现在西方这个制度能够持续下去 这是一个我们待会儿 还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那么我讲这个坏皇帝问题是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创新 第一呢 是我们的最高的领导人 不是世袭的 是靠政绩 靠自己干出来的 第二 我们有非常严格的任期制 最高领导人也是两任 五年加五年 那么第三呢 现在是一个集体领导 集体领导意味着 当中任何一个人 如果的观点 明显地偏离大家的共识的话 是要被拉回来的 那么第四个最关键呢 我们有很强的一个历史传承 就是选嫌任能 一种meritocracy 选嫌任能 那么现在中国最高的精英决策 或者讲白了 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条件 基本上是两任省部级干部的经历 中国一个省的规模是欧洲四到五个国家 上海等于三个瑞士 至少是很不容易 有这么两任的这种经历的话 这意味着什么 它的基本水准是读到充分的保证 所以说跟美国朋友开玩笑 说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也有缺陷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不大会选出 不可能选出 像小布什这样低能的领导人 这个是有保证的 也不会选出像监制人首相 这样的低能的领导人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制度基本上是 形成一整道的体制 我现在倒是担心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中国的这个坏皇帝的问题 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 就是这个体制在这样发展下去 我真是担心美国下一届的选举 选择的这个可能是女总统 可能还不如小布什 美国是个超级大国 你的整个政策影响到全世界 所以这个问责制度会成为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福山教授到时候可以解释一下 怎么解决小布什的问题 八年在这个限制的社会是不得了的 小布什八年治理 无方美国国营就直接直线地下降 那么再来个八年 我看美国也赔不起 那么这个可持续性的问题 我是这样看 就是我自己在这本新书中 我是讲了一个概念 叫文明型国家 就是文明型国家 以它自己的发展的逻辑和规律 它实际上是由它自己的一个发展周期的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周期 如果我们用一个朝代的概念 加银号 朝代的话 那一般有好的朝代都是两三百年的 这是个五千年历史的一个规律 即把你观察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一种长期的大周期来看的话 我认为我们中国现在还在全面上升的初级阶段 所以我对中国前途非常乐观 而且这个乐观证明 我二十多年一直这个观点 我觉得是靠得住的 站得住的 中国人讲一个概念叫势 势头的势 大势所趋的势 这个事一旦形成 它很难阻挡 反过来讲一样 比方说十九世纪明治维新的时候 日本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中国就转不过来 背后它也是一种 那可以叫惯性 那么对中国这样的体制 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它形成一种新的一种势头 这种大势很难阻挡 你会有逆流 会有相反方向的浪花 但是改变不了这个势 这就是大文明 大周期的大结构 我觉得这个很多西方学者 以及我们一些国内的 这个亲西方的这个自由派学者 往往没有搞清这一点 所以对中国的预测 西方的中国崩溃了 持续了二十年 现在应该说崩溃了 最近还有人说 但是相信的已经很少很少 中国国内还有畅衰自己 中国认为也要崩溃 我相信这种崩溃了 也会崩溃 而且不需要二十年 中国的这个持续性 刚才就提到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过度的依赖外贸 实际上呀 这个我们这个外贸这个数字 这个依赖性是被夸大了 因为我老讲这个东西 你照官方汇率来算的话 我们的GDP很小 然后你这个外贸是照美元算的 显得很大 所以这个比重一排在里边 就外贸占GDP比重很大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再往前看 中国的内需是世界上最大的 我们今后的城市化 严格强 快速的城市化 从1998年刚刚开始 今后每一年都有 1500到2500万人 变成城市居民 这个创造的内需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 加在一起都达不到这样的内需 我是这样看的 那么还有就是关于最后 他提到一点 尊重个人价值的问题 我想在尊重个人价值的问题上 中国人和外国人 没有太大的差别 关键是我觉得 我们有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种就是 英文叫 Holistic Approach 从总体出发 我们有一个总体出发 当然是从个人出发的一种传统 Individualistic Approach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比较 就实际上 在实现个人价值 个人权利方面 采用中国的这种总体 这种介入的方法 Holistic Approach 效果实际上 比采用个人的方法要好 我打个比方 我把中国的方法 叫做邓小平的方法 把印度的方法 叫做Teresa 就是有一个叫Madame Teresa 特雷莎夫人 在加尔格达贫民库天天做好事 帮助贫人 贫穷人 邓小平的做法 使将近四亿的中国人脱贫 四亿个个人 实现了更多的 方方面面的他的价值 他可以上网 他可以看彩时电视 他可以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走 他可以在网上讨论各种各样 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是印度的Teresa 她感动了无数的人 还拿了这个诺贝尔奖 但是印度总体的贫困居民 没有丝毫的改观 你在上海20年看到的贫困 加在一起 也比你在印度一个小时 那看到的要少 没有法比 那么至于后边提到的 这个决策过程中 百姓的参与 实际上我很希望 这个福山教授 有机会到中国 来做一些调研 我们我打个比方 我们这个决策民主的过程 中国现在以五年计划 为周期的一个决策过程 是实际上最民主的 上上下下 成百上千上万次的 咨询各方的意见 这种决策民主的质量 西方根本没有法比 我们是在研究生水平 西方可能是在本科生 或者高中生的水平 这是没有法比的 这是真正的一种决策民主 至于这个中东 这个最近出现的动乱 体现了人们好像要自由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因为中东地区 我还比较了解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 是那个地方的经济 出现了大问题 我去过开罗 去过四次 二十年前跟上海的距离 大概是五年 现在比上海要落后四十年 一半的年轻人没有就业 他不造反 行吗 一定要造反 而且我自己对中东了解 是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千万不要西方不要高兴 这个对美国的利益 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这个现在叫中东的春天 我看不久就要变成中东的冬天 严格讲 那个地区还没有成熟到 中国新海革命时期 所以这个路漫漫 最后是什么样的问题 什么样的结局 我们会看到的 我暂时就讲这些 谢谢 非常感谢 您刚才提了不少的问题 那么我现在又给一个来回答 或者说来回应吧 首先 当你在比较政治体制的时候 你实际上必须要来做一个区分 一个是这个政策 另外一个是这个体制 也就是说 某些具体领导人 他们拿出一些具体的政策 还有呢 是这个 另外一方面是 一整套的体制 那么毫无疑问 美国的政治决策者 他们在以往时间当中 是犯了很多错误 我想这个 比如说他们 这个入侵伊拉克 这就是一个大的错误 那么 这样的错误 实际上是我们之后 就是付出了程度的代价 另外呢 还有这个美国出了 金融危机 这实际上是从这个华尔街开始的 在一定程度上 我可以说 它实际上 这个一种自由市场的 这个意识形态 它实际上 这个 在外加 过度的消费 包括是这个 防利产方面的 过度的 这个就是扩张 等等 这些事件 是最后导致了问题 我想 任何的这个政权 实际上都有可能 会犯政策的错误 所以我们并不能说 好像民主的政权 必然就是比威权政权 犯更多的错误 实际上 有的时候 威权政权也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们犯的这个错误的话呢 可能这个也很长时间 而且是你无法来这个就是 最后清楚这样的这个犯错误的领导人 最后是这样是代价很大 比如说你说中国好像是不会选择 小布什这样的这个坏的领导 但是问题事实是 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 也许这个 出来一点难 但是呢 我想 这个小布什就是当了八年的总统 我想在很多方面的话呢 如果 你可以看这个就是坏皇帝问题的话 我想中国的这个上一个 最近的这个坏的皇帝 那就是 坦率的说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 是造成的破坏 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非常严重 对中国的这个整个社会的最终的破坏 实际上比小布什对于这个美国社会 带来的破坏大得多 我想你这个就是提到的 这样的一些这个中国领导层的这样的 这个制度上的这个特点 我呢 要说 就是目前这个我当然认识到 中国的这个 这个现在的集体领导 这个领导集体 他们是有很多好的特点 这个 比如说中国这个有这个两任领导 两任任期 如果是卡达菲 或者说巴拉克 他们这样 那就好一些 可惜他们没有 但是另外呢 还有呢 这个就是你讲到这个就是 为了做出重大的决定的话 你需要有共识 这些呢 也确实是好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 政权这个能够采到这样一些特点呢 因为是以前有了文化大革命 因为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周期 然后当时呢 实际上一个人的这个喜好 喜怒哀乐 实际上是对整个社会 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所以呢 因此 最后 共产党他就是 总结了教训 然后呢 这个最后拿出了这样一些 这个 新的一些这个政策特点 或者说 一些体制特点 然后呢 来避免这个 以前的这个大的问题 比如说要限制领导人的这个任期 我想我 当然充分认识到这个 中国这方面 做到的一些 这个好的地方 但是 我想 中国的这个制度呢 虽然它是一个威权制度 这个虽然是一个威权国家 它确实也是高度的制度化 这一点在美国 很多人 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 确实中国也有不少的这个制衡 但是 另外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长远的来看 也就是说 目前这个就是 中国的共产党 那个这样的体制构成 实际上 主要是 依赖于 人们的这个脑子当中的记忆 也就是说 现在还有很多人是经历过文革的 他们还有这样的记忆 他们这个 在中国 这个 实际上 现在还不能这个 完全诚实的来 讨论这段历史 你们并不在 教育这个人们 特别是年轻人 当时文革期间 是怎么来做的 这个因为这些人 实际上是将来 他是没有经历过文革 所以他们很容易往前 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 当将来中国的新的领导人 他们曾经 没有机会 在文革生活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样的 这个就是心理创伤的时候 跟这个 曾经这个 当时 没有加以限制的 独裁者 这个生活的人 没法比的时候 那么这个 他们到底还会 这个就是 自愿的 遵守 目前比如说 政权当中的这样的 一定的制衡 他们能够 遵守这样的规则吗 所以呢 我想 所以常常我们需要 这样的这个正式的 长远的 可持续的 这样的这个 明确的这个制度 比如说制衡制度 因为这个我们不能单纯 依赖于一代人 他们的记忆 因为这种活人的记忆的话 如果不体现在制度当中 它会消失的 那么上一代人 这个没有这样的记忆 他们有可能会 从头再来再犯这样的错误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 这个法治和这个 民主制的话 它一种这个 来维系 我们的这个 现在好的一些 这个现实条件 让它能够跨来的参层 我想 我再要这个就是 这当然是对于这个 坏皇帝问题的 这个继续的讨论 那么就这一点 我想要回顾一下 中国的历史 我想在我的新的书当中 这个我在书当中 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 那就是 我们实际上 都有共同的人性 人性实际上 这个倾向于 让我们重视家庭 重视这个 就是亲友 这个兄弟姐妹啊 还有 尤其是重视孩子 那么 让我们这个就是 以一种 这个比较特殊主义的方式 来对待我们的 这个朋友 给他们提供照顾 实际上这是 人类这个社会的一种 这个当中的一种本性 但是呢 在政治制度当中 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想中国的这个政治 它的一大的这个成就 那就是创立了 这样一个政治制度 它是高度制度化的 也就是说 它超越了血缘和这个 亲友和个人关系 这样的层面 这样 才建立了 这个很早建立了 这个 官僚制度 然后通过科技制度的考试 来这个进行统治 所以当时已经摆脱了 这样的 单纯的这个 谁影响力 大学关系好 来这个认知 这样的这个制度 所以我想这个 在这个汉代前期的时候 这个 这是在公元前 这个12世纪 这个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 这个 后来这个就是 建立了这样的制度 但是呢 后来 这个到 这个东汉的时候 就是崩溃了 西汉末期也崩溃了 当时发生了 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呢 那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当时这个 门法制度 中国律史当中 出现了这个 东晋门法制度 这个甚至更早一点 就有这个 这个门法制度 这个实际上是 从这个就是 三国时代 这个已经是 这个开始出现了 所以我想这个 在汉代之后 因为原来的这样一套 这个制度化的 这个体制 这个坠落了 所以呢 后来这样的 这个大的这个望族 他们实际上 这个接管了 很多政权 所以呢 这个把原来一些 相当超前的一些 这个现代制度破坏了 最后导致了 中国社会长期混乱了 我想这个 在任何政治制度 当时都有可能 出现这样的反复 所以呢 真是我 因此对于美国 目前的制度 非常担心 我们现在美国 有很多的这个精英 他们可以 他们这个 很好地照顾 他们的孩子 而且请他们 进入到很好地 这个教育机构 然后呢 最后来接管过 很多很高的 社会第一位 但是我想这是 这个制度当中 比较坏的一个方面 当然中国还没到 这个程度 但是我想这也是 中国制度当中 一个隐患 如果你 你怎么可以 来防止这样的 这个精英 最后是来 这个垄断 这个国家的政权 而不是单纯的 这个靠 这个就是 选嫌举能 最后如果是 下坠到 这个单纯的 靠这个就是 情有关系 这个血缘同志 那这个就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想这个 我可能这里 这个跟张教授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知道 当然我同意你的看法 那就是在以往 这个十年当中 尤其是比如说 中国共产党 做得很好 它是这个就是 也在统治当中 这个是有很多的做法 是很好的 但是呢 整个制度 也有很多的腐败 而且呢 人们就是这个 是亲其亲 然后是 他们要保证自己的 这个就是亲朋好友 获得更多的 个亲其亲 这个 这是这个 我们看到的状况 所以呢 这个 我想很重要的是 我们一定要有建立 一种向下的 这个问责制 负责制 这样的这个 向下的这个 问责制的话 就可以来保证 这样的个人的关系 这个主导一切的 这个最后 这个进入到 我们政治制度 然后是颠覆了 这个政治制度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 实际上根本 并没有解决 所以这个 你说的坏皇帝 问题解决了 我觉得这个 好像是 暂时看起来 是解决了 但是长远来看 我想没有解决 这实际上是 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们怎么来 让这个制度 能够 按照它目前的 好的状态 能够是延续下去 自我延续 比如说这个 再延续 二十三十年 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 我想最终的话 我们还是要靠 政治的问责制 这个来解决 但是目前 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到 我并不是说 一定要这个就是 为美国的一切来 这个就是 辩护 我住在这个 纽约我知道 那里有很多的犯罪 有很多这个 出问题的方面 在很多方面的话 确实也有问题 但是呢 至少就是说 在一个民主制度当中 你犯了错误 你有机会来 这个就是改正 这样的这个错误 而且呢 这个花一段时间 就可以把它改正过来 我想另外呢 有关这个美国 我还有这样一个观察 那就是 我们实际上 经历了金融危机 那么 这像张教授所说的 谁也没有因此 被惩罚 这个来承担起责任 这确实是 非常糟糕的 我想 我们这个 没有这个 在 这一个方面 这个让那些 带来金融危机的人 这个给他们问责 为什么这个 出了这样的问题呢 我想这个 跟我们的民主的政治制度 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我们知道在这个 1930年代的时候 当时曾经面对了 一场更大的这个危机 然后最后选上了 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带来总统 那么最后就是 美国这个 这个组部建立了 一个管制体系 和这个福利国家 然后呢 他们通过了 叫做这个 格拉斯斯蒂尔 这个法律 然后呢 这个 他们这个 采取了很多严峻的 这个措施 因为人民当时 非常愤怒了 然后他们需要 这个来改正 所以这个制度 当时 就可以来这个 最后 这个 产生了 问责制 这个 然后来这个 改变原来的 大的政策的错误 我想在 以往几年当中 美国实际上 这个 应该说 危机十足够的大 那么这个 这个决策者呢 他们 当然是 缓解了一些 然后这个 所以呢 这个要反过来 就是 使得这个 需要改革的 这样的事 到受到了 遏制 这个 这是 这个也是有 这个 矛盾的方面 但是呢 我想这个 毕竟我们看到 在民主体系当中 它有这样一种 内在的机制 这个 它可以 还是来改正的 所以我们要看 它的长远 那么好像 目前中国这一点 还是没有 我还是想 这个稍微回应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 每个国家 自己的历史中啊 都有一些 不光彩的事情 做的不好的事情 中国历史上 也有很多 那么近代史上 现代史上也有 我们的文革也好 大药经也好 都是一种悲剧 特别是文革 我自己个人 是经历过一部分 但是呢 我还是讲 每个国家 都有 特别是大的国家 都有这样的问题 美国呢 也是有自己的 奴隶制度 有过 那么 印第安人 几乎给杀光了 那个 种族歧视制度 还是持续了 很长很长时间 等等 那么最后呢 福山教授认为 是通过自己 努力改变的 改正的 那么实际上 中国的这些文革也好 大药经也是通过 自己体制的努力 来改变的 那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我刚才讲的 如何避免 坏皇帝的问题 我们在体制上 已经解决了 现在不大会再出现 不会出现 一个强人 扭转这个体制 这不可能的 因为有这个制度 这个权力交接的制度 已经形成了 而且我觉得 它是一种 我叫做是 selection 选拔 加上election 有限范围的选举 我觉得这个模式 可能 就是从我们探索 政治制度的未来来看 会比光是靠 选举制度要好 因为西方 光是靠选举制度 我用个词叫做 游戏民主 或者是好莱坞民主 大家就是 谁上台 无所谓的 只要是程序正确 你是个电影明星 你是个演员 你是个运动员 你只要是知名人物 你选上来 就选上来 而国家治理 是要有 中国人这个观念 是很重要的 必须是人才 就是一个中国人 根深蒂固的观念 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我觉得 谈到毛泽东主席呢 我想是这样的 我们一方面看到 他确实 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但是我想 我们也要发现 这么一个现象 为什么到今天 还是有这么多的 中国的普通百姓 仍然很尊重 毛泽东主席 我想他一定是 有些事情上 做的是对的 甚至非常对的 那么他的一个 几个主要的贡献 我们是无论如何 不能否认的 一个是统一了 整个的中国 这么大的版图 第二个是 解放妇女 第三个是 土地改革 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贡献 是我个人认为 邓小平讲的 三期开 我亲耳听他讲过 我觉得还是比较公道的 那么我们也许 跟西方的传统不太一样 西方是一种 法律传统 我们是一种政治传统 这个可以大家讨论 谁有谁恋 另外呢 我觉得中国的社会 通过三十多年的 改革开放 已经形成了一个 相当稳定的中层结构 我把中国社会 中国国家分成 上层 中层和底层结构 这个结构形成之后 不会出现 大规模的 全国范围内的 毛泽东时期的 极端主义 这种极端主义 在埃及会出现 在突尼斯会出现 因为它没有形成 这个中层结构 什么是中层结构 就是和现代市场经济 相配合的 整个的一套体制 或者说是 中产阶级从事的行业 这个是一个 中国今后体制 不走极端的 一个重要的 从这个结构上的 一个保证 那么 关于这个腐败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 一定要 纵向的比和横向的比 中国腐败问题 是比较严重 那么处理起来 也不容易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 纵向比较来看 所有的大国 包括美国在内 都经历过腐败 增长的 这个阶段 往往是和现代化 同时进行 同时发生的 那个您的老师 亨丁顿先生就讲过 这个现代化 最快的时候 往往也是腐败增长 最快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财富和资金的增长 就是 法律制度 这个 控制这方面的 监控体系的 这个速度 跟不上财富的增长 但经过这个过程之后 如果我们进行 很好的体制上的建设的话 是可以把腐败降下来的 那美国我也去过很多次 我觉得就是 这个体制有时候啊 看你腐败怎么界定 我自己在这本书里面 提了个观念 叫做第二代的腐败 你比方说 这个金融危机 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在谁都知道了 叫这个 regulatory arbitrage 这是一个技术词 就是监管上的套利 就我的这个 rating agencies 我给人家打分的 这些评价机构 给你打高分 你给我超级的利润 实际上 我觉得 这个金融危机里边 有很严重的腐败问题 但美国的法律制度呢 只把这种叫做 Moral Hazards 道德上的危险的行为 实际上我觉得 美国如果把这个 作为腐败问题来处理的话 恐怕就效果会 更好一些 那边可以横向的比较 我走的国家多 走了一百多个 实际上 不管中国人 现在怎么抱怨 自己的腐败问题 有些很严重 有些可能不那么严重 但是和我们可比的国家 就是人口在五千万以上 发展阶段相对比较类似的 印度也好 乌克兰也好 巴斯坦也好 巴西也好 南非还有等等 埃及等等 我看到的透明国际的统计数字 我看到我自己实地的考察 他们都比我们腐败要严重 我自己觉得既在发达国家 我把中国看着我叫百国之河 就成百上千国家 立场慢慢整合起来的 这种国家是没法搞西方这个指令 一搞一定四分五略的 那么同样看中国的时候 你要分板块来看 我们的发达板块腐败相对较少 我意大利我做过访问学者 我觉得上海的腐败一定比意大利少 一定的 也比希腊少 肯定的 这些国家我了解 希腊的南部通过这个民主制度 黑社会全部合法化 我们重庆 我二十多年前去希腊 这国家就是财政赤字 现在就破产了 要靠中国援助他 我跟希腊朋友讲的 大家很坦率 我说 我二十年前到你这个国家的时候 你那个总理叫帕潘德里欧 今天还是叫帕潘德里欧 家族政治 腐败很严重 经济就是高福利 永远下不来 最后就是破产了 我说我们可以从上海 或者重庆 派一个团队来帮你治理 没有搞好 真是没有搞好 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 我就想到整个这个 民主制度的问题 我甚至有这个观点 我自己还没有写出来 但是福山教授在 我正好是跟他的观点相反 我认为不是end of history 历史的终结 可能是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就是历史终结的终结 我认为恐怕西方这个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 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transient 为什么这样说 你往前推2500年 往2600年 当时在雅典 有一些很小的城邦 民主制度 最后被斯巴达打败掉 之后2000多年中 民主这个词 在西方 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 大致等同于暴民政治 那么到近代开始 在西方国家 基本完成了现代化之后 它开始引入这个 一人一票这样一种制度 实际上这个制度 现在一直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有几个大的问题 实在是解决不了 一个就是 它基本没有多少人才的观念 就是治国 随便谁都可以 只要是选上来的 那么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现在也承担不起 一弄就八年损失的话 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是福利 永远只能往上走 永远下不来 像中国这样进行银行改革 国企改革 是不可能的 第三呢 是社会越来越难于整合 过去在西方 比较发达的国家 社会整合还可以 大家就票决赤 你51 我49 50一你就赢了 现在输的也不买账 表面上承认输了 但是下面在做梗 包括美国的社会 今天也是个深深分裂的社会 第四个我觉得是 我叫做低智商的民粹主义 Simple Minded Populism 就是完全的民粹 最多的眼界是30天到100天 不可能为自己的社会 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 进行考虑 连美国这样的国家 今天都面临这样的一种危险 所以我真是觉得 这个 我想起了当初 1793年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派了他的特使 Lord Macaulay 到中国来 想和中国进行贸易 但是我们当时的乾隆皇帝 非常傲慢 他觉得当时中国世界上 绝对是最好的 十全十美的国家 不要向人家学习任何东西 用今天的话讲 就是end of history 就是中国当时代表的最好的制度 不需要向人家学习 结果我们就一下子落后下来了 我现在觉得西方 很多人还是有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心态 实际上我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考虑 真的可以到中国来好好看一看 观察一下 中国怎样在三十多年里面 不停地在进行改革 有些改革虽然很小 但是不停地在进行 那么西方觉得 他的制度还是最好的 实际上这个制度问题越来越多 西方民主的发源地 希腊已经破产了 英国的财政 90%的债务GDP 也是接近破产的 所以今天我们总理访问英国 要投资 英国人非常高兴 那么 美国自己 我自己做了个简单的算数 911损失了一万个亿 两场战争都不是很出名的 损失了三万亿 金融危机损失了八万亿 美国现在的债务 是十万到二十万亿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美国 今天的美元的垄断地位的话 这种地位也不是永久的 美国的经济 美国这国家是破产了 我有个朋友 从上海出去的 先不有说移民热吗 去了美国 我就给他总结了 你看这过去十年 如果你待在上海 如果你智商不是很低的话 有点常识盼的 你可能买了一套房子 你的财富可能增加了三倍 两倍到三倍 你看美国 你赶上了金融危机 你换外汇损失了一大笔 然后你这个金融危机 又损失了四分之一的财富 你现在到上海 一景还乡都很困难 这是一个大事 一个是一个国家 一个文明性国家 全面崛起的大事 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 这样的规模力度厚度 绝对不是一个小国家 可以比的 另外一个西方的制度 总体上权限在走下坡 今天的中国人 还是开口闭国 美国怎么样 至少对于我们这样 经常去美国的 或者在欧洲生活过 很长时间来说 有一点一笑大方 我们可以平等地看看西方 他们哪些地方比我们好 哪些地方不如我们 哪些地方我们要上到学习 哪些地方没有必要学习 这种心态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心态 谢谢 那么再一次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你必须要来区分 区分什么呢 也就是政治体系 这个体系呢 是一种短期的 我们刚刚讲过的是 一个政治的短期的体系 确实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所说的是 美国在过去的一代当中呢 我们有很多的借款借贷 但是呢 我个人并不认为 这是我们所说的 民主的这个特性和特质 不是的 这并不是说 美国人所办的一个策务 我们所看到的德国 实际上呢 它跟中国呢 蛮接近的 为什么呢 它非常的执着 执着于我们所说的 贸易的顺差 而且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怪在全国 而且我们的就业 也是不错在德国 同时呢 我们所看到的 很多的美国的 包括这个房产啊等等 并没有下降很多 当然也是个民主的国家 对不对 他们只是说 做了其他的选择 跟美国的选择 是不一样的 我想呢 这和我们所说的 这个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 还是不是民主国家 根本就没有问题的 没有相关性的 每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 它也可以选择自己的 一个短期的政治体系的架构 同时我想说的是 我们所说的这件事呢 你必须要有一些观点 我呢 不想 真的不想 我们知道呢 中国在上一代所取得的成就 真的是非常的辉煌和巨大 我并没有说 我不尊重这一点 但是我还是想说的一点是 你不能说做一个长期的评价 只是基于非常短期的 非常短期的这种表现 做出长期的评价 我们看到日本在80年 80年的末期的时候呢 看到了房产的泡沫 当这个泡沫破碎的时候呢 然后呢 我们所看到的是政策的 这个错误紧跟着来了 接下去呢 就是日本20年的一个金融 或者是经济的周期呢 是一个停滞不前的 而且呢 它的增长率是非常的低 那我们知道呢 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 日本它会变得越来越强壮 但是呢 而且呢 还可以来取代美国 我们看到一个荷蒙康 它呢 是一个 叫做 叫做日本的超线 未来学家所说的 日本是一个超现实的一个国家 或者是超出了美国的 这么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看一下 日本经济的增长 从一个长期的角度来说 那么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 对中国最大的挑战 实际上对任何的 一个非成熟的体系都是一样的 我们会有这么一个周期 然后这个周期当中呢 经济的增长非常的迅速 而且呢 它会有一个过程 工业化的过程 我们看到了有城市化 然后呢 进入到了工业化 欧洲呢 这个阶段也是走得非常的快 韩国 日本 都是如此 可能差不多是20 25年前呢 在中国之前 已经实现了这个进程 或者是流程 但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转型 它会把很多的人呢 从农村解救出来 然后呢 进入到一个经济体 接下去呢 就有下一个挑战了 是什么挑战呢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生产力 这样的话 你就进入了一个非常成熟的 一个经济体当中 我想呢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规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会维持 两位数的增长 一定会达到那个阶段 不可能的 这个不会发生在中国 现在呢 中国的增长呢 应该在下一代呢 会有所下跌了 所有的国家 尤其是 所有的亚洲的国家呢 一定会碰到很多的 我们所说的民主的问题 我们看到了出生率 我们所看到的是 出生率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而且呢 老年化的问题 因为人口的寿命非常的长 而且呢 死亡率 或者是 婴儿的死亡率非常低 不管是在新加坡啊 台湾啊等等 不单单是我们所说的 独生子女的政策 所造成的 实际上这有很大的 很多的原因所造成的问题 就是婴儿的死亡率的下降 实际上在其他的会议当中 今天呢 我也在上海 参加另外一个会议 其中一位寄写家呢 说到 在 我忘了是2040 还是2050年 反正他说了 我们差不多有4亿的人呢 是超过60岁 真的这个挑战会非常的大 这和其他的 发展中的国家的 民主的挑战呢 是非常的接近的 或者是相似的 那么看一下 我们所说的政治体系的 它的柔性 我们必须从长期的角度来说 尤其是看到了 现在的这些挑战 不管是出生率下降啊 我们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啊 另外呢 还有老年问题啊 还有这个柔性的问题呢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并没有说民主的体系 可以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我并没有这样说 我想了这是每个国家 都会遇到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张教授呢 还讲到了 叫做 民粹主义 我们所说的民主 并不是说每次都做出的选择 都是正确的 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呢 我们有很多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问题 很多的东西呢 在美国在美国的政治体系当中 尤其是现在 有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摇头 因为呢 有些政治的很蠢的决定 真的是这样的 在美国发生 但是亚伯拉罕林肯 我们可以说是美国 最伟大的一位总统 他其中呢 说过这么一句话 你可以来骗一些人 骗一段时期 或者是骗一些人 一些时期 但是不可能说 永远骗所有的人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伟言 尤其是 我们所说的教育 还看到了收入 都在增加或者是改善 我们所看到的是 这种民粹主义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 已经改变了 我想了这是真正的一个 来测试 民主的一个测试 确实在短期当中 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错误的决定 可能是一些历史问题 可能是一些领导选错了 等等啊 这些问题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非常成熟的 民族的制度 他们有自由的言论权 另外的评论权 那么从长期角度来说 人们呢最终还是会做出 正确的抉择 我相信美国的历史 实际上你可以来讲到 很多不好的短期的决定 或者是问题 但是人们呢确实知道 他们长期的利益是什么 他们的兴趣所在是什么 最后呢做出正确的决定 当然刚刚呢还讲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民主 Winston Chirchier 我们知道的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英国的首相 他说呢 应该说除了其他的东西之外 民主是最好的一个政治的体系架构了 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有什么可选的呢 如果其他可选的确实是高品质的 而且呢是绝对就决定权的这种政治体制的话 就像我讲过 我说中国确实有 应该说上一代当中就是有 那么可能呢 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体系架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从宪法的角度来说 你如何来确保这样的一个引领 引领整个社会 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的 好 现在我再回到 刚刚张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 张教授刚刚提到 就是中产阶级的这个崛起 而且呢他讲过了 这样的话呢 已经失去除了我们所说的 这种同期的这种机会 实际上呢 前面我们刚刚看到一个PPT呢 我一个 我的一位导师 Samuel Huntington 在1968年 写过这样一本书 叫做政治的次序 实际上呢 我也是在斯坦福大学呢 就是教这本书 我们教这个课程的 我们讲过了中东的问题等等等等 其中一个 Samuel Huntington曾经讲过什么呢 他说过革命 它并不是由穷人来创造的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革命是由中产阶级来创造的 是接受过很好的教育 而且呢他们有机会 那么他们这些机会呢 只是被屏蔽了 主要是被政治体系所屏蔽了 或者是被政治体系所 经济体系所屏蔽了 那么他们的期望和 他们的能力或者是社会 这个能力来符合 他们这些希望的 这些之间的这个差异呢 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革命 我们所看到的中产阶级的付出 或者是增加 并不是说 我们所说的可能呢 会造成这个问题 那么在图尼斯啊 埃及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中产的阶级 我们有很多的人 有很多的大学生 他们是用互联网 他们和外部世界相联系 而且呢 他们知道他们的政府这么的坏 对他们非常的不公平 然后让他们真是气死了 不管是摩巴拉克啊 等等等等 这些非常糟糕的这些总统 或者是领导人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了一个方面 就是说中国 他对将来的这样一个可持续发达 我相信呢 对此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 就是在农村的非常贫穷的农民 我们知道呢 非常非常少的社会呢 能够使这个他们非常的平稳 这样的话呢 并不会造成政治的政治的这个斗争 我们知道呢 他一定是有接受很好的教育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人 他们希望呢 能够和外部的世界的相联系 但是政治体系呢 不让他们能够和外部世界进行联系 而且呢并没有给他们一些 这种社会的地位或者是尊严 或者是他们所认为他们应该有的这些尊严 我们知道呢 中国 差不多每年都会产生六百万到七百万的新的大学生 那么对你们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 尤其是稳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并不是穷人 我应该说更确切的是中产阶级 到底这个社会是否能够符合他们的需求和期望 那么讲到了腐败呢 那么就腐败而已 我实际上是并不这样主张 好像这个民主制一定能够解决腐败问题 实际上我们看到实际上有很多民主国家的话 也有很高的腐败率 确实是 有很多方面跟中国比的话 他们实际上是比中国更糟 这也是事实 但是呢 我还是要认为 我们这个如果要这个遏制腐败 或者是跟腐败做斗争 其中一个重要的事 那就是要让媒体能够自由地发表意见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来这个指出或者揭露某个腐败 不用担心这些权威很高的人们 会来这个威慑你或者说恐吓你 如果你能有这样一个自由媒体的话 那么我想这个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最为有效的方式可以来遏制腐败 我想在民主国家当中的话呢 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也并不是总是这样 我们知道像意大利 它的总理的话 拥有了大多数的媒体 所以这样就是无法保证这个自由的表达了 但是尽管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但是反过来也证明 如果这个媒体是高度自由的 这样一个民主体制当中充分的有言论自由的话 你可以来自由的来批评任何政治高位的人士 你不会觉得自己被报复 那我想还是可以来充分的来遏制腐败 我想这样的一个这个制度的话 那么在这个自由的民主制度当中的话 是最容易获得的 谢谢 有一些回应 因为刚才福山教授提到了 要从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 不能光是看短期的情况 实际上我1985年当时作为翻译 陪过一位中国领导人到美国去访问 我们当时见到基辛格先生 我们对中国领导人说 请您谈谈对中美关系未来十年的看法 他说哎呀你太客气了 他说是你们是来自于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 应该您先来谈谈 当然他讲的是客气话 但是某种意义上 中国人这个历史观是世界上最强的 那么切入我们这个话题 实际上中国的整体的实力也好 制度也好 如果我们用过去两千两千五百年 这个大周期来的看法 绝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确实是领先西方 一直到这个启蒙运动 大致上这样是七十八世纪 我觉得这个福山先生这一点很了不起 他和西方许多自由派学者不一样的一点 就是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 这种他当时就没有一个引号 就是中国创造了现代国家制度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 这种中性的国家制度 这个传统到今天中国还基本是延续着的 那么我们在过去两百到三百年中落后了 那么现在是真的赶上来了 特别是我们的发达板块 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上来了 我自己觉得西方恐怕有一点自满 他们还是没有真的 open their mind 开放的心态来看 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很多做法 西方真是可以借鉴 奥巴马总统倒是看到了这一点 他最近多次讲过 美国应该建高铁 应该重视基础教育 应该减少财政赤字 多储蓄 应该发展制造业 应该推动出口 他是然后反复说 美国不能成为世界第二 他感到了中国崛起的 对他的压力 那么我自己觉得就是 民粹主要 populism这个问题 当然福山教授很乐观 从理论上推导 就是人民作为一个整体 他自己会有逐步的 汲取经验教训 最后不被民粹主义左右 但是我自己觉得 随着现代媒体的出现 民粹主义往往越来越民粹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 特别现在社会发展比较快 一个国家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你说垮起来是很快的事情 不是简单的一个体制 这个 所以我是这样一个观点 那么我始终觉得 像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的国家 它什么东西都有自己 数千年的传统 我不是说这个传统是好 还是坏 我是说一旦你有数千年 形成传统的话 你要跟它一刀两断 是很困难的 这传统会影响你 今天所做的一切 所以我有时候说 你不想要中国特色 也会有中国特色 因为你传统基因太强 所以要做的应该是 趋利避害 在文革的时候 我们曾经想象过 跟传统一刀两断 结果证明是非常之困 那么中国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觉得就是 meritocracy 就是这种选嫌认能 通过考试 通过现在的 我叫做政绩 也可以各种各样的 来进行选拔 然后再加上一定程度的选举 做这个 中国人能做好 我们有自己数千年的传承 同样 相对比较强势的政府 也是中国的一个历史传承 所以这个历史传承 跟西方的差别很大 那么刚才福山教授提到 就是世界上除了民主制度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 那个alternative 其他的选择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分歧 就是中国人并不想 把自己的制度推销给 其他人民或者其他国家 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那人类五分之一 这事情就办好了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 但是我自己观察呢 只要你做得好 人家就会来学习 今天中国所有的邻国 或多或少都在学习 中国模式 从俄罗斯到中亚 五国到印度 到越南 老沃 柬埔寨等等 那么关于中产阶级 就是 这是Huntington的 一个重要的观点 也西方政治学的一个主流观点 就中产阶级壮大之后呢 他就要伸张自己的权力 和政府形成一种对抗 所以就是说 公民社会与政府对抗 我们国内一些 喜欢西方观点的人 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所以要建立独立的公民社会等等 但是我还是讲这一点 中国它有自己的文化传承 它跟西方的文化传承 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西方 它有一个传承 这个讲白了 就是政府是必要的恶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is a necessary evil 那么中国的传承 跟它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传承是 政府是必要的善 那么有这样的传承 历史基因的话呢 我自己估计 从现在的发展的趋势来看 我觉得 中国的中产阶级 大概是世界上 最希望中国稳定的 这是一 第二 它跟国家的关系 可能不是一种高度对抗的关系 而是一种高度互动 良性互动的关系 这会使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具有西方国家和社会 远远没有的一种凝聚力 那么关于腐败问题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就是我们亚洲当时 叫四小龙 韩国 南朝鲜 新加坡 香港 初步实现现代化以后 两个 台湾和南朝鲜 是走上西方 一档 多档子 一一票的道路 香港和新加坡 还是基本保留了 原来的管制方法 当然香港 现在是主权 已经转移到中国 那么 但是从腐败 治理的情况来看 香港和新加坡 比台湾和南朝鲜 要好得多 所有的 国际研究腐败阻制 亚洲都认为 亚洲腐败最少的 就是香港和新加坡 那么 特别是香港 六十年代 腐败还非常严重 后来是通过 建立廉政公署 等一些方法 也就是相对 比较独立的 反腐体制 来解决 所以西方民主制度 能够解决腐败问题 我觉得 这个模式不成立 至少在 非西方国家里 你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透明国际的 腐败指数 绝大部分我刚才讲的 这个人口三五千万以上的 所谓民主国家 腐败都比中国严重 台湾民主化以后 腐败是更严重的 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否则就不会 陈水边关在监狱里 韩国五个总统选出来 最后都有腐败问题 倒是没有采用 一人一票的 香港和新加坡 通过自己的制度创新 把腐败降得比较低了 那么最后就是 前面您提到的 这个 丘吉尔讲过的一句名言 用中国人的话讲 就是 民主制度 西方的民主制度 是最不坏的制度 那么我查了一下 他讲这段话的历史 这个背景 他是1947年 在英国下院辩论 一个问题的时候 讲这番话的 他指的是西方文化的国家 本身 丘吉尔本人 是反民主的 我说是反对在其他国家 比方说印度 他连印度独立都不赞成 他是坚定地反对 印度独立的一个人 他怎么会赞成印度 去搞民主制度 而我自己曾经 套用这个比方 我说中国模式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实际上 它是最不坏的模式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就是可以进行 各种各样的国际比较 我得出这么一个 比较慎重的结论 最不坏的模式 谢谢 我想让我来讲一下 用这个中产阶级 这个问题来开场吧 我来再讲 那么是否中国的 这个中产阶级 会不同于其他一些 非华人社会的中产阶级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差异 还有这个儒教 这样的不同的文明体系 然后 虽然实际上 这个现代化 带来了很大的变革 但是 这个 实际上 在这些社会当中 他们人民的行为 很大程度上 还是设置于他们的文明形态 尽管他们处在 这个现代社会 现代技术社会 那么 我理解国际政治 为什么我要学国际政治 因为我喜欢 观察不同的人 跟我不一样的人 如果比如说 其他在旧金山 或者其他的地方 完全是跟旧金山 或者斯坦福的帕拉图 完全一样 我就没什么兴趣 我想 我们的政治学 尤其是国际人员 觉得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那么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这个文化 是否能够 这个投射 这个穿透 很多的这个时间 然后是否 能够 最后 影响到 这个就是文化 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 或者我们要问 现代化 是否最终能够 会导致人民在文化上 也是这个系统 我想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看一下 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妇女 这个她们坐在听众席当中 为什么有很多这个妇女 坐在这里呀 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 实际上妇女的地位 在一个社会当中 这个 她实际上主要是这个 遗产继承呢 都完全是由男性来继承 所以女性她们的这个 机会是非常少的 我想这个在美国和这个欧洲 在他们早期发展阶段当中 也是这样 但是 你在这个发达世界 这个进行旅行 然后在这里 亚洲 还有在美国和欧洲 你可以看到 到处都是妇女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是这样 为什么妇女的地位提高了 为什么她们现在在这个 写字楼工作 然后在工厂做工 为什么她们拥有 这个更大的这个社会 和经济方面的 跟男人相一样的 这个平等权 我想这个从文化上讲的话 实际上 这个可以说 妇女在很多方面 传统上 在传统社会当中 都是这个 这个应该说 是从属于男性的 在美国和欧洲都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这个 现在不一样 那就是 这是现代化的一个 这个产物嘛 所以 我想这个 原来这个 如果你持有这个文化决定了 那你就一定会 做出错误的判断 很多人认为 好像这个就是 女性她们不可能 这个就是跟男性 在这个工作场合相平等 她们只能可以在家里面 这个生养孩子 操持家务 但是我可以说今天 如果是在现代经济当中 没有妇女的参与的话 是根本是 不可能拥有 这个经济的很好的运作 我想这个 沙特为什么 可以去做到这一点 他们因为实际上 是从南亚那里 实际上这个 专门这个 这个海外劳力 50万这个驾驶员 帮他们来为女性开车 所以他们可以让 女性这个 不准他们开车 如果他们没有使用 就怎么做得到这一点 所以我想 虽然比如说 这个有穆斯林的 这个文化 他们对于 这个女性的角色 也特别的规定 但是我想 现在这个在中东的话 她们也还是 获得了更大的权力 她们的政治组织 也更好了 她们也在 要求更男性 平等的权力 所以我想 这在我来看 就是一个案例 充分庶民 也就是说 不同的文化 这个经过现代化 她也会 对于某一个问题 这个会拿出 共同的解决方案 涉及到 比如说 这个妇女的 不平等地位 它就是 现在产生了 这个不同的 这个就是 相同的这个影响了 因为 所以现代化要求 你虽然是文化 毕竟不同 但是你必须拿出 共同的这个解决方案 所以呢 我想这个 如果你不给 妇女平等的 这个工作权力 或者其他权力 你不能这个 进行一个现代社会 所以我想 当然这还是一个 开放性的问题 那么张教授说 好像是 这个中产阶级 他们这个教育的 是更好的教育 然后有更好的 这个财产 因为他们住在 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当中 所以他们中国的 这个中产阶级 必然不同于 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 也许是吧 但是我不大清楚 但是在我看来 我更认为 从我的观察当中 这个从现代化的 一些假定来看 我想这个中产阶级 在世界不同的地区 文化背景不同 但是他们 在现代化状况 他们的行为 还是是类似的 很多人认为 这个好像 这个伊斯兰世界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有 这个伊斯兰 还有呢 他们有这个 就是不同的 这个文化体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以往几年当中 实际上是 阿拉伯人实际上 都走上了街头 然后是来对政府 提出强烈的要求 所以呢 当然这里面 有一些 这个就是假定 到底什么是 这个文化当中的 本质的东西 这当然也许 我这个说的不对 也许文化可以决定 某些这个行为 但是我想在过去 也许能决定 在现代可能不一定 真的有那么大的决定力 有了英特网 有了这个国际接触 有了旅行 我想这个 恐怕这个文化 在来那样 这个垄断性的 决定人们的行为 可能是这个不一样了 至少跟2000年前 是不一样的了 因为人们确实需要 这个 这个 获得外来的启示 那么现在 现在的话 更容易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想最后 我再讲一点 就是我想这个 我完全同意 这个张教授的 这个话 就是我认为 确实有一个失败 也就是说 在美国和欧洲 他们能够 也许在欧洲更严重 那就是他们没有 充分地认识到 中国的成就 不管是这个 当代的这个 横向的 比较取得的成就 它是历史纵向 比较取得的成就 我想 我最新的这一本 这个书 它实际上 这个 六本 这个 它其中有 这个 可以说 这个就是 书当中呢 这个就是 六章 这个几乎是三章 都是有关中国 比这个 印度和其他 很多的这个文明 讲的要多得多 我实际上 所以呢 因此 这个学了很多 有关中国的历史 这个 为了写这本书 我想我充分认识到 这个中国的这个 传统是这个 有它的这个 强大的影响力的 我想这个 意识到历史的 这个影响力 这是对于美国 和中国都是重要的 很多实际上 这个 我知道这个民族 他们都可以 实际上是 从这个 海外这个引进 各种各样的理念 来这个 把它融会到 他们的 这个 我自己的文明当中 我想呢 这个中国也是这样 在走向现代性 当中的话呢 也是这样做 我实际上很喜欢 这一点就是 总是在对外 从外部来学习 这一点我想 中国还会继续做下去 我想这里的挑战是 我们 需要来这个 就是重新恢复 对于历史的 文化的这样的 自豪感 但是同时呢 也要能够 让它跟现代的 制度能够相容 我想这很重要 要不然的话呢 如果是单纯的 对于历史这个 感到这个自豪 会走到这个 最后民族 沙文主义这样的 或者说强烈的 民族主义这样的 这个心态当中 这样 这样当然并不是 很好的 我想这个日本 实际上是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现在日本 它是这个什么样的 它实际上是 跟美国 跟这个英国 法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有具体独特的 日本的文化特色 确实这个特色 是相当浓的 那么我想 这个现在中国的特色的话 也应该是 也会相当明显的 它一定会是 有很明显的 这个华人社会的特色 中国人的这个文化 传统文化特色 我想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一下 就是具体的 什么是这个 我们要保留的中国特色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什么又是 要跟世界这个潮流 相容的 这个在制度方面的 这个共性 我想这两者要结合起来 这样才好 这样我们才可以 能够很和平地 跟世界共处 谢谢 我再简单做一个回应 就是我觉得 就是现代化导致文化趋同 这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主流观点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 从经验角度来分析的话 并不靠得住 就以中国为例子 你比方说 大家都以为我们在忙着 现代化 忙着赚钱 但突然前两年一首歌 叫《常回家看看》 大家都在里面找到了感觉 这是非常中国文化传统的歌 美国人不会唱的 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核心 是家的概念 中国人可以为家庭付出 比美国人不知道要大多少倍的牺牲 换句话说 不管现代化发展到什么程度 文化 一个国家文化的精神 它的核心的东西 是不会改变 也不应该改变 否则世界就变得非常枯燥 特别像中国这样一种强势文化 怎么改变得了呢 一个是麦当劳文化 一个是八大蔡西文化 不一样的 不可能征服你 而是你要想办法来吸收它 甚至最后收编它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那么我是非常欣赏英国哲学家 就是Edmund Burke Edmund Burke 他的观点一贯是 就是任何制度的变更 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延伸和出发 我自己觉得实际上 为何我们尊重自己的文化 它的核心是文化的底蕴的背后 是智慧 我们知识增加了不知多少倍 我们今天一个小学生的知识 早就超过了孔子 超过了苏格拉底 但是我们的智慧没有超过它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在想 一个善意的建议 不过福山教授肯定不会接受 我在想您讲的这三点 就是现代体制的三个要素 这个国家 问责制和法制 恐怕上面还要加上一个 some kind of wisdom 某种智慧 我真的 比方说美国 我就观察这个国家 打打了这么多仗 从战术上来讲 它赢的 但是从战略上讲 几乎都没有赢 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的 智慧的问题 越南战争也是这样 阿富汗战争也是这样 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 还有其他的战争 所以我真是觉得 就是恐怕要更多地强调 一些智慧的原因 那么不久前 我去德国讲课 有一个德国经济学家 跟我讲了一段故事 他说最近 这个默克尔从里 问德国经济学家 为什么我们德国 没有世间一流的经济学家 没有诺贝尔奖获得 经济学奖获得 因为德国经济学家说 哎呀 总理啊 他说你不要担心 他说有一流的经济学家 就没有一流的经济 换句话说 是经济学出了问题 出了大问题 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西方产生的 这个社会科学中 包括政治学中 我自己觉得 这也是一个偏见 就经济学可能是 相对而言最接近 科学 它什么都可以数字来表述 数学来表述 各种各样的模式 有种人说是最接近真理 坦率地讲 我觉得西方 延伸出来很多的社会科学 实际上恐怕 跟经济学相比 离真理更远 所以我们要进行 大胆的探索 话语的创新 那么这一点 我和福山教授是一样的 就是它现在也在冲破 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的 这个范围 它现在 它这本新书就可以看到 它是用 Anthropology 用人类学 用社会学 Sociology 用经济学 用Archaeology 用考古学等等 综合地来探讨 我觉得这种努力 很值得 就是肯定 我也非常尊重 尽管一些观点 我不完全同意 当然我自己也好 和我认识的一些朋友还好 我们想做的事情呢 比这个更加要走得远一点 我们确实是在质疑 Question 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 整个西方的话语体系 那么我们觉得 在这样的努力中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要 证明我们怎么好 西方怎么差 也不是西方 希望西方证明它怎么好 我们怎么差 我是觉得 我们需要有一种 人类社会的一种努力 来解决现在世界面 的巨大的挑战 从消除贫困问题 到文明冲突问题 到气候变化问题 到城市化带来的弊病 等等等等 需要新的智慧 西方的智慧 已经不够用了 东方的智慧 应该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谢谢大家 好我们非常感谢张卫 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 这场讨论啊 看得出两位都是意犹未尽 他们也谈到了这个中产阶级 福川教授的观点是说 农民经常闹起义 但是真正改变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的 还是中产阶级 那没想到今年正好是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当时中国历史上 也有很多农民闹起义的 但是最后真正的改变了 这个国家命运的 还是这些读书人 看到今天在座的也有很多 可以被称为是中产阶级的 不知道大家听完了这场 讨论之后 是不是有所启发 对中国的未来的命运 是不是能有一些帮助 或者说促进呢 那么好 两位也是远道而来 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啊 一位是从美国过来 那么张卫威教授 现在呢是身居法国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有特别的礼物 准备给两位 现在我们就有请 文心集团党委书记 妙国琴女士上台 赠送礼品 两位请接受一下礼品 首先这是为福山教授 准备的礼品 妙书记请介绍一下 这个礼品好吗 这是两幅是水彩的肖像画 这是我们文汇报的 美术编写李志九先生说话 这李志九先生呢 他是全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也是上海美术家美西的 就是水彩画工作委员会的会长 他这次非常用心的 也是很有智慧的 把我们两位不同的特点都画出来了 我们都非常感谢他 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谢谢 好 谢谢妙书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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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